中共首次南海部署核潜艇 麥卡錫反擊 武華不訪台 英國曝光秘密網戰部隊 五眼聯盟全禁TikTok 美國矛頭指向中共龍頭企業 北京挽留外資 艷星成中共智庫院長 乾爹太強大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林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5日 星期三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辦公室 4月3日宣布 麥卡錫將在4月5日 與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加州會晤 而五角大樓發報告顯示 近期中共正在提高軍事恐嚇 同時麥卡錫對中共威脅 發出強硬反擊 再次放話 在美國會見蔡英文不等於自己不訪台 請看報導 據路透社的報導 今天中共外交部舉行例行記者會上 路透社記者提問 麥卡錫和蔡英文會面 中方是否會舉行軍事演習 中共外交官發現人無寧聲稱 要堅決反對美方安排蔡英文過境 堅決反對麥卡錫與蔡英文會見 他說中方會密切跟蹤事態發展 麥卡錫4月5日在加州會擔任東道主 和蔡英文在里根總統圖書館會晤 到時將有共和黨及民主黨兩黨人士參與 而中共已經警告 如果蔡英文與美國官員 特別是麥卡錫會面 北京將採取反制措施 但未具體講明如何報復 而近期麥卡錫已經明確表示 在美國會見台灣總統 與我是否去台灣無關 與我的旅行無關 不會用這次加州會面 替代他親自出訪台灣 麥卡錫還強調 中共無法對他的行程發號施令 對此資深媒體人唐靖遠先生認為 對麥卡錫來說 這樣的表態釋放了雙重信息 一個是他表達了對中共非常強硬的態度 就是他是否訪問台灣 不會受中共態度的影響和左右 這等於再警告中共 不要干涉美國的內政 另一個是麥卡錫不排除主動登門訪問台灣 可能與台灣大選有關 台灣明年的總統大選至關重要 可能關係到中共 對是否放棄所謂和平統一的評估 麥卡錫如果訪問台灣 勢必對執政的民進黨有大幅提振 作用 客觀上可能影響到大選 這是中共最擔心的 據路透社今天4月4日的報導 據五角大樓的一份報告說 中共近期首次在海上 部署了至少一艘核武器彈道導彈潛艇 這增加了美國及其盟友的壓力 中共軍方的消息顯示 中共陸手金級彈道導彈潛艇的艦隊 正在從海南島到南海進行連續威懾巡邏 美國安全學者迪玉米表示 中共連續核潛艇巡邏變化如此之快 它們的威懾巡邏是在威脅西方 它們有核反擊能力 五角大樓的報告指出 中共潛艇配備第三代導彈JL-3的射程 估計超過6214英里 可以攜帶多枚彈頭 中共軍隊可以首次從中國水域擊中美國大陸 中共國防部沒有回應對五角大樓報告 以及部署潛艇的自憑請求 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國際分析師 蒂莫西特·奈表示 中共核力量的快速擴張 意味著美國必須首次要與中俄兩個核對等對手對抗 它說這將是美國關注的問題 因為緊張擴大美國的防禦 美國需要用額外的常規和核能力來解決 分析師預計 中共軍隊將彈道導彈潛艇部署在南海 意味著中共軍隊和美軍可能會有摩擦 增加了以外衝突的可能性 現在美軍在太平洋各地擁有大約二十幾艘核動力攻擊潛艇 包括在關島和夏威夷 唐靖遠先生認為 中共這個動作是中共提升戰略的標誌 而常態化保持有一艘核潛艇在南海 就意味著24小時可以對美國發起攻擊 但這不是進攻 中共就是警告 我現在已經有能力隨時攻擊你 而你防不住 面對不斷升高的台海局勢 菲律賓政府4月3日 宣布了新增4座美軍進駐基地的確切位置 其中3座位於呂宋島北部 距離台灣最近僅約400公里 必要時或可起到協防台灣的用處 五角大樓庫發言人申格表示 這4個新地點主要是基於區域戰略因素 而美軍將會在這4個地點增派美軍 提高部隊輪換 來應對自然災害或人道主義危機 英國國家情報機構政府通訊總部 4月4日刊見 發表了一份英國的網絡行動聲明 說英國已經針對激進分子 一些政府支持的虛假宣傳 想干預選舉的行為 實施了網絡攻擊 同時澳洲也加入五眼聯盟的行動 按用TikTok 請看報導 據美國之音報導 英國的秘密國家網絡部隊 自2020年開始運作 由英國武裝部隊和政府通訊總部特工 及國防官員組成 而他們3年前就開始對網絡破壞者的行為進行攻擊 英國去年10月就正式將中共列為威脅 今年3月又將中共定義為或時代挑戰 英國政府通訊總部總監忽奈銘表示 要成為一個真正負責任的網絡大國 各國必須能夠在網絡空間中與對手較量 他說北京用衛星定位系統和數碼貨幣等 對內控制自己的國民 對外擴張自己的影響力 是對我們所有人的威脅 報導中說 英國表示將與美國一度 對抗俄羅斯、中共和伊朗等國家 提到信息安全 澳洲政府今天4日宣布 將跟進很多其他西方國家的做法 在聯邦政府裝置中全面移除TikTok 而政府公務手機上也將禁用TikTok 澳洲檢察總長德雷夫斯在聲明中表示 這項禁令將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實施 現在由澳洲、加拿大、美國、英國及新西蘭 組成的五眼聯盟情報共享網絡成員 以全數在政府設備上禁用TikTok 而法國、比利時及歐盟執委會 亦已頒布類似禁令 這項禁令突顯各國越來越清楚 中共政府會利用TikTok搜集各國情報 同時輸出中共的意識形態 損害西方的價值觀和利益 近日白宮反駁了中共政府在國際散佈的言論 說美國在圍堵中國的崛起 而這樣的說法並不正確 4月4日美國外交部門指出 在國際社會西方需要更強硬的經濟措施 來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美國官員特別點出 在中國有很多受特別待遇的龍頭企業 請看報導 彭博社今天報導 美國國務次卿費南德茲指出 在中國有國家龍頭企業 這些企業獲得特別待遇 不用付租金 不用繳稅的企業 可以得到所有好處 是因為中共政府決定 將它們當作產業政策的旗艦 而美國長期以來主張 懲罰性關稅、出口管制和其他措施 是在對抗中共的不公平經濟手段 費南德茲表示 美國希望與亞洲夥伴往來 但是需要在統一的規矩下進行 美國希望得到公平的貿易流程 並準備制定應用於亞洲與西半球的國際行為準則 目前 因為國際制裁和3年疫情封控 導致中國經濟如骨牌效應般的下滑 而中共政府頻繁釋放繼續開放的信號 也對美國的大型外企頻頻示好 3月26日 李強與多名中共部長 回見了外國企業的70多名高管 目的是吸引外資 因為中共政府數據顯示 在2022年 中國同期的外資利用與外資投資下降了7成 最近5年半以來 中國的海外投資資金基本上是淨流出 這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台灣中央大學經濟學教授邱俊榮對《大紀元》說 在帶動中國就業的方面 外資是很重要的角色 特別是在最鼎盛的時候 中國的出口大概有一半是靠外資企業在支撐的 現在外資撤離 導致中國的製造業訂單數目嚴重下患 而中國經濟處於沒有增長動態的狀態 所以北京迫切需要挽留大型跨國公司 他認為 目前外企在中國 面臨生產成本與市場之間如何平衡問題 實際上北京想用挽留外企是非常困難的 包括蘋果供應鏈的廠商 都在遷移生產 幾乎是不可能回到中國 時政評論員李林一也認為 中共的最尷尬之處在於 雖然各級官員一再表態希望留住外企 而外企高管迫於中共的壓力 在不同場合仍在出席中共的各類會議 但另一邊卻在加快將供應鏈移出中國 香港前驗星彭丹 現為中共政協委員 去年11月當上中共智庫國際經濟戰略研究院院長 令外界大跌眼鏡 人們普遍質疑他的能力 認為他是靠美式上位 台灣財經專家印和珍說 彭丹能夠上位 靠的是背後強大的乾爹 請提報導 香港媒體《星島日報》日前披露 3月30日 彭丹以國際經濟戰略研究院院長身份 出席了中共舉辦的博鵝亞洲論壇 在論壇期間 他吹噓自己在2月出訪紅刀拉斯時 接受總統卡斯特羅的特別招待 炫耀自己在紅刀拉斯與中國建交過程中 發揮民間外交家的積極作用 在促使紅刀拉斯與台灣斷交 與中國建交上做出了貢獻 自由亞洲電台3號 引述旅居日本的時政治媒體人 五岳散人的說法 中共透過金錢外交 收買紅刀拉斯 彭丹應該是後台很硬 才撈到這件肥差 據悉,現年50歲的彭丹 沒有任何國際經濟或外交戰略的學術成就 他在去年11月 國際經濟戰略研究院成立時 擔任首屆院長 任和田表示,這足以顯示 其背後有強大的支持力 據報導,彭丹是艷星出身 在90年代初,從中國到香港發展 被導演王晶賞識,拍了很多電影 在2000年左右,彭丹回到大陸 出演愛國題材的主旋律電影 從而踏入政壇 先後擔任甘肅省政協委員、統戰組織 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委等 他聲稱自己骨子裡就愛黨、愛國 任和田指出,要在全球政治圈出人頭地 要是要有學歷、要是有論文 要是有執政經驗、要是選舉勝利、要是有戰功 演員不是沒有做過總統的 美國里根、烏克蘭澤連斯基、菲律賓艾斯特拉達等等 都是例子 彭丹和前面說的一個都對不上 但是他有強大的契義 利用著經貿和《光明日報》的系統為他吹捧 拉了聯合國前秘書長為他的研究院葬聲勢 而艷星出身 靠契爺吹牛、從政如果能成功 大概也只有在中共才有此可能 是開啟動頭、側演員 也能成功 至今是公領但是這樣 挺似乎 我是本身的 我們來覺得